你想回答嗎 其實Angela 她是有一點點的胖 但是因為她年紀很小 她現在屬於嬰兒 是嬰兒的時期 嬰兒胖,嬰兒肥 對,她叫嬰兒肥 哥哥說對了 所以未來的路還很長呢 不用著急 不要因為小的時候 她很瘦 所以就不吃東西什麼的 好不好 營養是最重要的 王詩玲算是國內比較知名的新二代了 作為李湘以及知名導演王月倫的女兒 王詩玲從小就被媒體關注 後來因為一當爸爸去哪兒的綜藝 又讓她火遍全網 小小年紀就已經踏入娛樂圈 甚至還接了不少代言廣告 比她老爸還賺錢 這段時間 關於王詩玲減肥暴瘦這件事 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確實 暴瘦得太快 同時也太不真實了 這讓很多網友都十分好奇 那麼究竟王詩玲是怎麼做到的呢 而就在近日 有網友在網上曬出了王詩玲 進行減肥瘦身的運動照片 這幾張照片真實還原出了她減肥的全過程 確實 從之前的小胖妞到如今的鵝蛋臉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麼王詩玲絕對是一個很有毅力的孩子 對於一名養尊儲優的新二代來說 這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 從王詩玲身上的健身照片來看 她身上穿的衣服以及裝備都比較專業 不是盲目在健身 同時配備了專業的瘦身教練進行專業性的指導 或許這也是王詩玲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減掉這麼多脂肪的原因吧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 網友在曝光這幾張照片後 許多看到照片的網友卻紛紛忽略了王詩玲 反倒是被顏值頗高的美女教練所吸引 一位網友還開玩笑說讓王詩玲起開 請把黃頭髮的美女健身教練信息留下 只能說美女教練更加吸引大家的目光 不過這也難怪 王詩玲和這位黃頭髮的美女教練站在一起 在顏值上確實遭到了碾壓 雖然有王詩玲還小的緣故 但真論顏值 顯然還是美女教練略勝一籌 更別說教練的身材通過健身塑造的那麼好 本身打扮也非常時尚 當然對於王詩玲減肥健身的毅力 大家還是認可的 明明在一年前她還是一個小胖妞 但轉眼間卻已經長成了十幾歲的大姑娘了 如今的她更是到英國名校念書 估計未來進入娛樂圈又會是一個學霸 而且王詩玲的氣質也越來越成熟 從照片上看不果言笑的樣子顯然懂事了不少 不過這也難怪 李湘和王月倫兩人選擇離婚 並且一度鬧到撕破臉皮的程度 兩人這麼做 其實傷害最大的反倒是王詩玲這個孩子 王詩玲從小在娛樂圈中打滾 心裡顯然也比一般的新二代成熟 希望未來她能夠在英國好好讀書 未來不管是進入娛樂圈還是選擇和母親一樣 轉型成為一個商業女強人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讓我來看看